这个很多父母也都这样反映的 他说你如果怎样我就不怎么样了 其实我们就是他的父母 就像我们也同时是他生命的早期的老师 老师怎么可能跟学生一般见解 学生本来就会抓狂的 所以他才叫学生 我们的儿女无论他是怎么样 他本来就比较容易对父母有反抗 因为我们从小带他 所以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尽量避免用一种逻辑思考 就是说我都给你这样 你为什么没有适当的回报 或者你如果再这样我就不怎么样 你要问的应该是这样 要问的是做这样子的反射动作 符合他的一个比例的道理 你比如说来佛寺是对的 但是他来佛寺的时候生烦恼 那时候烦恼你会是 但是烦恼归烦恼 他在佛寺里得利益还是得利益 了解意思吗 所以烦恼你可以跟他这样讲说 在佛寺里生烦恼你不是入宝山而空回 你可以这种概念跟他讲 但是你说既然生烦恼了 好了我们就离开 离开他应该得的利益反而没有了 这样懂意思 错是一回事 他该得利益的还是一回事 你还是要让他得利益 这样懂吗 而且再来就是说是我带你来的 好了你不乖我帮你带回去 这有点报复的想法 这也不太好 当然不是说你 我说有些父母会用这种思维逻辑 这样的话儿女就会防护 将来就是我跟你算账而已 为什么 你说你不A 我如果不A你就不给我B 那这样我们就算账而已 这样了解意思吗 在教育的善巧当中是可以这样做 但是就修行的意义来说 我是要让他修行 那就不是做买卖跟做比较就不是了 就不是这样 那这点要知道 再来西方人很注重一种教育 华人应该要参考 我没有说西方人更好 但西方人很注重一种教育 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散文 她说是一个台湾的阿嬷 去到那里就带一个外国媳妇 她的儿子娶了一个瑞典女孩子 那瑞典妈妈呢 有一天就是阿嬷来了 阿嬷来就台湾阿嬷来了 台湾阿嬷是怎样 看那孙子好高兴啊 结果那天孙子就不想吃妈妈煮的菜 然后那个阿嬷就一直哄她 要吃怎样怎样 最后甚至于去外面冰 去冰箱 要煮她好吃的给她 哇 她媳妇回来一看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那她讲的奇怪了 你是我儿子的老婆 你的儿子就是我 你的儿子是我儿子的儿子 那你的 你儿 不是是我儿子的儿子 换句话说 那她就是我 也是我所拥有的 干嘛你那么凶器啊 她就很不爽 有这么严重吗 我重点 她这小孩子没吃啊 我重点给她吃啊 她胃口不好啊 她妈妈就讲一句话 她说不是这样子 这样你会害了她 她说为什么 她说 我做母亲的 我尽力煮了 我觉得我可以吃 她可以吃的东西 然后 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理由 她也不怠念我这么怒 我在外面又上班 我这么用心的去煮给她吃 她也没在意这件事 或许我现在跟她讲不清楚这个事 但是呢 她什么理由 她就是不吃 我已经跟她讲过 我说你要不要吃 她说她不吃 那因此我又跟她约定 如果你不吃 那么 这一餐我就收拾 下一餐我也不用这么 这么劳费 因为你可以不用吃嘛 那你要让你知道 我这个做母亲煮出一个东西来 对你是重要还不重要 如果你还是这样 那对不起 那我下一餐我也不用煮 我要做的是让她知道 第一 她吃一顿饭不是天上自动掉下来 第二 我煮这顿饭 她妈妈固然是生她 有养育她的责任 但我尽到了我的责任 我没有故意要煮不好吃的 她可以任何心情 她宣称她不吃 我也尊重她 但她必须对她自己的决定 付出代价 她才懂得成长 她已经是读小一了 五岁 她应该要懂 这是人间的事实 不是你耍脾气就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迫害了我这个规矩 变成她今后可以一再的用她的情绪 来勒索我这个母亲 所能够付给她的东西 这样对她成长是非常不好 诸位你听到什么意思吗 西方人有些很疯狂 也很傲慢 也很我执 他们兴起上帝来 有时候也很狂妄 这真的很不好 但是他们在教育儿女的所为当中 有些是很注重讲道理 我还看过一个 我在华盛顿 DC 那个公园很漂亮 就在美国白宫不远的地方 那个草皮很漂亮 上面也贴了牌子就是说 不要随便践踏草皮 是这样 结果呢 当然很多美国人都爱晒太阳 尤其华盛顿DC是在北美了 那么是冷 那大概秋天大家都很喜欢晒太阳 带小孩子出来 小孩子出来 他就有小孩子玩的地方 那草皮是草皮 可是他的小孩呢 就巴拉巴拉巴拉 才三岁而已 巴拉巴拉 就跑到草皮那里 他妈妈呢 就很正式 我就看他 很正式地叫他 某某人回来 他没有胸 他没有大胸 大闹 他妈妈回来 赶快回来 他知道妈妈声音语调改变 他就巴巴巴巴巴 回来 他就跟他讲 你从这里再走一次 到那边去拿东西给我 这里不是说了吗 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能踩走草皮 你怎么还这样 你去 再走一次给我看 三岁 他就乖乖地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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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们看外国小孩 好可爱 像洋娃娃 不是的 人家在教育的时候 是很用心的 你看看我们华人 大陆也这样 香港也更是这样 台湾也不少是这样 你看看 在公车 在捷运 妈 小孩子讲话吵闹 吵闹什么 那个娘好像看 她好像没看到一样 爹娘好像看到没一样 小孩子嘛 小孩子嘛 当然了 师父一定也慈悲 没关系 让他去玩 让他去闹 在可以的范围是这样 所以在西方的父母他就觉得 就不能让他这样 他要懂得在公共场合当中 那不是家里 那要有一定的限制 那我去欧洲的时候 我也看到那个南欧的人的爹娘 跟华人也一样 也是闹成一团 那我看那个法国爹娘就不是这样 就不是这样 他们就很小心的注意 没有说外国人比较好 我不是这意思 我说过还是他们很烂 但是人家好的我们可以学一学 参考参考 这第二 第三呢 是我弟弟 我说猫太弟弟 有一次呢 我带他们去 我请客了 去吃那个火锅 那火锅都有时候会叫一些小 小的甜点 小的甜点的时候 后来他们要请我 他们就叫那个甜点 都来了的时候 他就跟他两个女儿讲 他是生两个女儿 都没有男生 我有跟我那双方太弟弟讲说 不要这样子 你去再生一个男的 六岁以前的奶粉钱都我付 六岁 七岁满之后来庙里 跟我出家 我双方太弟弟说好 他老婆想都没想 不要 所以这个交易没做成功 是这样子 那天就是这些小饼干就来了 他太太马上讲一句话 什么人 这两样是我跟你们二伯 我 你爸爸妈妈跟你们二伯吃的 你们不能吃这个 我说 哇 是什么情况 你们就来都要吃 我也吃不了那么多 他说 对啊 这个特别贵 不能吃 小孩子不能吃 我说 有这样子的 对 他说 你们这是什么想法 他说 在他们的教义当中 或者他们的教会 有教的是这样 爹娘用尽的心血 在外面赚钱回来 儿女在家里 我当然要负责养好他 长养他 把他喂饱 但是一样是食物 有那个你可以吃饱 但不要吃那么好 为什么 你还没资格 将来你努力 你才有资格 跟我们平起平坐的吃一样 那我说 那家话 你们平常怎么过日子 他说 对啊 比如说 今天如果买 有什么肉 他可以吃 但是有一条黄花鱼 特别贵 他不能吃 两个女儿不能吃 理由很简单 不够平衡 这个你要知道 你得要努力 你今后才能得到这个恩赐 现在就是没有 那我就当场问他们两个小女生 怎么样 还习惯吗 还好啊 我们知道 这是你华人社会从来没看过 这个西方文化传进来 他们西方人认为 还有一个做法 才好笑 他们丹麦的母亲 上次我去丹麦 荷兰 荷兰也是这样 荷兰的女人骑脚踏车跟男人脚踏车长相不一样 男人的脚踏车后面有个座位 再货用 女人骑脚踏车是前面有两个轮子 再小孩用 要撞车小孩先撞 很搞笑 是这样子 小孩在前面 其实不是 是因为这样才看得到 不会被偷走 懂我意思吗 不会被偷走这样 然后呢 他们骑着骑着 下午的时候呢 妈妈一定都要去喝下午茶 很奇怪哦 然后呢 儿子呢 那小孩子还在骑 还在那个脚踏车上面的哦 对不起 就整个就推在那个 喝下午茶的咖啡厅的外面 有个锁子这样锁住 你那一台 我也一台 他一台 每一台上面的婴儿呢 都在那里 抱得好可爱哦 好圆滚滚 因为很冷嘛 圆滚滚的 都在外面 然后都在玻璃窗的外面 妈妈都看得到 玻璃窗外面 沿着是妈妈专用的玻璃窗 玻璃窗座位 也就是小孩在外面 妈妈们在里面 小孩在外面包得跟粽子一样 冷到鼻子红红 脸红红 然后妈妈呢 穿得凉凉的 像夏天一样在里头 优雅的喝下午茶 我问他说为什么这样 他说 妈妈带小孩像在作战一样 当然要放松嘛 我们才能带得好 才会有好心情带小孩 那为什么会把他丢在外面 他就是要在外面寒冷 适应这种天寒地冻的温度 我就是要训练他们这样 西方人一句话 怎么苦都得要苦小孩 小孩让他越苦越受苦 越难堪将来越厉害 你看看跟华人差多少 你看看人家说富 华人常常讲富不过几代 你知道吗 我穿了那种Burken鞋 博肯鞋这么简单的东西 博肯鞋 博肯鞋就是一种拖鞋 德国的博肯鞋 你知道多少年了吗 从创立来到现在多少年你知道吗 Burkenstone 台湾有在卖 现在也有直较进口了 知道多少年吗 三百年 还是家族企业 还不是所谓股票上市 没有家族企业 他们的小开也常常来台湾 因为台湾消费力很大 香港都来台湾买 日本也来台湾买 因为日本跟香港的Burkenstone很贵 Burkenstone是世界性的鞋子 有人膝盖不好的 杨明医学院的骨科医师 开药方就是开去穿Burkenstone的鞋 糟糕 涉嫌广告 但那个已经是国际上有名的鞋子了 三百年 谁说富不过三代 谁说呢 华人社会里有没有三百年的企业 有吗 不多了 它是世界文明的企业 所以人家在教小孩是怎么个教法 苦要苦小孩 华人不是倒过来 真的很危机你知道吗 这是很危机 所以我们华人父母很多盲点 还有现在很多父母 儿女在学校里被老师骂 他带着儿女要去跟老师论对 是这样子 是这样已经搞成这样 这样子怎么能 当然老师也有可能过当 但是过当中就是教育为缘起 你应该去了解 而且代表着一种尊重 儿女才能教的 不然怎么能教呢 西方人也没有这样子的 西方人也没有这样子 我后来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问了好几位是怎么样 当然他是华人 但是我坦白问他们说 你们西方人的那个爸妈 万一小孩子在学校被老师骂 或者甚至于 刚刚不会打不至于打 打是他们法律上不准的 但是被骂骂得很惨的时候 那回去会不会跟父母告状 他说偶尔也会 因为他自己是做老师 在西方做老师 是华人 但是他在西方的白人学校里做老师 他说这样你的学生会不会回 爹娘会不会回来这样 我说没有这种传统 因为我们已经 我们按照规格做事 在规格做除非已经进行身体的伤害 或者语言上的暴力 被第三者举报 不然的话光一个小孩子回去告状 爸妈基本不会动 会信任我们 我说哦 这是范范的 美国文化是这样 他说是这样子 他说是这样 但现在台湾你看看 跟人家学想象的过头了 是是是这个 那个小学娃娃 小娃娃幼稚园 他都可以回去跟那个幼稚园老师 大骂特骂 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就糟糕 所以说做父母的要成长 要成长 我刚刚讲这些这些话 从我弟弟 我太多这种例子了 还有那个德国 德国的幼稚园 不教波波摸 不教英文 不教德文的基本认识 只有教什么你知道 甚至不能教认识字 他们德国的地方法律 还是中央 中央联邦的法律 有这么一条 他说如果幼稚园的小孩 你去教他第二外国语 你去教他不因国家 不容许教的内容 比如说教数学 去教什么 父母有罪 而且是刑法的罪 我没听错的话 我没记错 据说是他们的基本法 基本法就是宪法 你知道他那个德国的幼稚园 幼稚园哦 他们教什么呢 教去警察所报案 教去打电话 去给消防队报告说 哪里有人摔倒 教导说怎么去挂急诊 教导说怎么去 遇到坏人的时候 怎么懂得偷偷去打电话 求救 教导说家里的阿嬷摔倒的时候 怎么样赶快做急救 他教这个 人家问他 那德国人家去访问 那个我们台湾的杂志 去访问德国说 你为什么教这个 他说我们要先教他像一个人 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当中 他该会 会遇到的所有可能 他都要能先会 我们不那么在意 他学会什么知识 然后再去研究他的 小一到小三 小三以后当 好像他没讲 他说小一到小三 你知道在干嘛吗 玩 玩 还是在玩 一路玩 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时候正是爱玩的时候 他们从玩当中 把人跟人的关系建立起来 他们在玩当中 学会了他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在玩当中 学会了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 怎么跟别人合作 怎么共同完成一件好玩的东西 这在未来人格非常重要 台湾是这样的吗 从幼稚园就被教导 你一定要赢过别人 爸爸多一点钱 让你早一点赢过别人 这会是什么社会 这样教出来会是个什么社会 落肉强食 自私自利 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而且是书呆子 他连怎么报警都不知道 你相信 你回去问一下你小孩 甚至你的儿子 真的 所以我们不从养 我们不媚外 我们只是在世界这样绕一绕 去看一看之后 我们爱护这块土地 我们要吸收更好的养分 所以我很寄望台湾的父母 真的要壮大起来 真的要清醒起来 你是在栽培未来 不要说伟人 未来的好人 这样就好 不是伟人 好人就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治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旗舰49日 钥匙法会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募佛恩 欢迎加入分会 爱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 皆会回向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 国小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养体温 速食一词 虽源于中国佛教 史自古以来 旧有的饮食文化 然而 国外也有 不食肉的风气 在翻译上 若沿用速食 在华人社会 会产生几个问题 一 速食的界定困难 会不清楚 对方速食的范围如何 二 许多人 特别是基督宗教信仰者 会因速食属佛教信仰 而不愿意吃素 事实上 这些都是小问题 因为不吃肉 是各种素食形态的 基本定义 所以世界各地的素食者 可以坐下来 一起用餐 不伤害 是各种宗教的 基本信仰 所以世界各宗教人士 也可以坐下来 一起用餐 享用 享用不是来自 宅杀动物的食物 素食的定义 不使用任何肉类 而是使用植物性食物 如骨脉 蔬菜 水果等 其中 含动物性原料的产品 以及油脂 汤汁 萃取物 及浓缩物 都不属于素食食品 素食者 一般都尽量避免 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动物 包括 不使用那些 来自于动物的产品 例如牛黄 虎骨 熊胆 象牙 鸟皮油 舍香 鱼油 鸡精等 也不从事直接与杀生有关的职业 例如 土窄业 非素食餐饮业 养殖业 补鱼业等 素食大致分为五大类 一 素食 不吃肉 及其副产品 这是欧美素食的概念 这也包括 即严格素食饮食者 绝不食用含动物性成分的食品 或是蛋 奶 蜂蜜 都不吃 二 蛋素食 是指 素食者会使用蛋制品 及植物性食品 三 奶素食 是指 素食者会使用植物性食品 及奶制品 四 奶蛋素食 是指 素食者食用奶类 蛋制品 基督教安息日 教会教徒所实施的素食 如台北台埃音乐 及供应 蛋奶素 五 佛教素食 传统除了不食肉 蛋 奶 之外 也不吃的 葱 蒜 酒等 具有刺激性的植物 西方社会 还有一种分类 是因为有些食物 在界定上 有模糊地带 例如 蛋 奶 所以 所以就以 所以就以 严格 或说 纯粹 不严格 或说 不纯粹 来分 一 严格素食 是指 全素食 饮食中 只有植物性食物 不用任何 直接或间接 来自动物的食品 二 不严格素食 是指 奶 蛋素食 饮食中 有奶 和蛋的素食 奶素食 则是指 饮食中 可以有奶的素食 蛋素食 则是指 饮食中 可以有蛋的素食 饮食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